一、喜茶制冰巴士。 最潮吃冰方式喜茶制冰巴士。 这辆停在三里屯Apple店铺门口的复古巴士,算是转足了眼球。 车子有点蛋黄,有点草绿,有点奶白,车身的中间印着制冰巴士,十足的港式复古感。 这辆制冰巴士属于快闪的销售形式,仅仅只会停靠三里屯两个月,从7月1日到8月31日,虽然时间很短暂,但是也给这个夏季带了不同的清凉。 制冰巴士售卖六种特别口味的Gelotto,除了喜茶经典的芝芝眉眉,奶茶,还有富有北京特色的麻像糖饼口味,二锅头口味。 作为北京限定,二锅头口味的也很受欢迎,入口有一种米酒的感觉,但是厚劲十足,会有很特别的吃冰体验。 地址,三里屯路19号院,三里屯Apple店对面,二,Ice Monster宾馆。 在宾馆吃冰,体验冰火两重天。 几年前,Ice Monster刚进入北京时候,几乎每周都去吃冰。 因为每次吃完Ice Monster的冰,真是炸裂般的凉爽。 尤其是在三幅的天气,从店里吃完冰,都会有种真哆嗦的凉爽感。 在走到户外,38度加的温度下,有种冰火两重天的刺激感,里面含战外面冒汗。 Ice Monster的前身是一家名叫永康宾馆的台北小店铺。 二十几年前偶然间做了一款意外,做出了一款芒果冰沙,一夜成名,瞬间成为台北超一的网红甜品。 永康宾馆还在2008年登刊美国时爆裂为台北必游之处,瞬间火遍全球。 这个夏季北京的Ice Monster销量第一的依旧是小芒果棉花甜,大块的新鲜芒果,搭配绵绵软软的冰沙,分量十足。 地址,王府井大街,138号,北京APM6层。 西丹北大街,133号,军泰,百货B1F层。 朝阳北路朝阳大跃城6层。 三里屯北路三里屯,太古里南虚B1层。 三,棉Ice Cream,胡同里的文艺吃冰店,完全北京味。 棉的店铺的装修非常的清新,很有ins风,大量使用白墙壁,白色元素的摆件,还有一些绿植,静静搭着很是安心。 这或许就是在北京胡同吃冰该有的感觉。 店里的棉棉冰,点一份冰还可以搭配三份小时,很有创意的吃法。 这种大眼睛设计的棉棉冰,也算是近年来比较火的一种棉棉冰,很多别的品牌,也会有这种产品。 但是在胡同里的树荫下,吃着这样可爱的棉棉冰,会有一种北京胡同吃冰的别有味道。 地址,国子县37号,雍河宫地铁站,即西南口步行800米。 四,Venchy文起。 Venchy不是所有的冰淇淋都叫Gelotto。 作为意大利的知名巧克力品牌,Venchy最出名的是那款独创的传统女子酱黑巧克力。 在北京看见的Venchy的店铺都装修得像奢侈品店,但是主题鲜明,从门外就知道是一家售卖冰淇淋的店铺。 Venchy的不同吃冰体验,在于它的冰淇淋是Gelotto,纯手工制造,原材不加一滴水,自然搅拌,均匀降温而成。 Venchy的口味并不是很多,但是至少每种口味都足够签选,酸甜苦的基调都是精挑细选,并且属于低卡健康的甜品。 Venchy,无论是主打的巧克力产品,还是现在正火的手工冰淇淋,入口都是很轻盈细腻,会有一种特别清爽的感觉。 地址,三里屯路19号三里屯,泰谷里南居2号楼。 朝阳北路,101号,朝阳大跃城一法拉。 九仙桥路,18号,一滴港LG层。 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商城北区B1层。 5,Boom Pop,不一样的分子料理冰淇淋,你吃过吗? 据说是一家德国米其林三星大厨精心研发的冰淇淋深宴叶蛋分子冰淇淋。 虽然还没有很大的名气,但是其实早在2015年,阿姆斯特丹 World Diary Award, Boom Pop就被评为年度最剧创新的冰淇淋,并被Articreative and Tite杂志评为2015年最佳创意产品。 北京的两家店铺装修风格一样,非常前卫。 冰淇淋长得几乎一样,三颗不规则的球体,造型非常有设计感。 如果时间正好,还能看到液氮现场制作雪糕的过程。 除了常规的冰淇淋等,还有完全不带糖度的产品, 即便是这个夏天要减肥,也可以完全放心体验。 地址,三里屯路19号院泰谷里南区地下一层,王府井大街王府中环四层。 六,青山研究所Aoyama Lab,在实验室里吃甜品,那种感觉不言而喻。 青山研究所的出现,就像是这个夏季的一股清流。 店铺装修得很像一间实验室,从桌椅板凳到墙壁摆件,都像是置身于一间实验室。 旁时会发现,甜品都是使用实验细腻,菜单更像是一本实验手册。 当然对于吃冰来说,青山研究所唯一的冰激凌茉莉花冰激凌,绝对是点睛之笔。 茉莉花冰激凌,除了是唯一的冰激凌产品外,它还成了这家店铺的网红单品。 它使用一只小竹筒当底做,有淡淡的茶香,甜度适宜,真的算是三里屯区域物美价廉的冰激凌之最。 地址,三里屯泰古里南区地下一层。 7. Softry冰激凌 来自韩国的健康冰激凌,了解一下。 一直以来,韩国的冰激凌,都会给我一种造型可爱,口味多变的印象。 Softry就是这样一家典型韩国冰激凌店铺。 据说先是在韩国火了一波之后,来到了中国。 最出名的招派产品,就是蜂巢冰激凌,除了蜂巢还有很多创意十足的产品。 比如海盐棉花甜冰激凌,就使用了大颗粒的海盐,上面笼罩一大朵棉花糖,咸咸的海盐与甜甜的棉花糖搭配,入口竟然没有违和感,这就是Softry的魅力。 地址 在出了香菜口味的冰激凌之后,Catachek再次作妖,出品了豆汁冰激凌。 如果你不是一位可以接受豆汁味道的人,那么这一口下去,你可能需要额外再买几个冰激凌,用来安抚你的味蕾,你都不能够相信你吃下去的那一口是冰激凌。 Catachek是一家泰国手工冰激凌店铺,产品几乎都泰国的那些热带水果口味,比如泰国榴莲,泰国芒果,泰国红心火龙果,泰国椰子等。 传统产品还是很受好评,或许因为水果很好,所以浓郁纯正的水果味道,成为了这个夏季,不能错过的一家师兵好去处。 地址,中关村大街15号东方创业古石宝街,朝阳北路,朝阳大跃城8层,三里屯南路通营中心壁1层,地安门南罗古巷,3号密石花家,长安街1号东方新天地地铁层。 地址,中关村大跃城8层,地址,中关村大跃城8层。